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普遍都有正面的评价 因此教育局决定继续投放资源 为教师提供有关的培训 业界对将来的课程又有什么建议呢 因为在现在学校里面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多 今年可能你不会有一个自閉症学生 但明年可能你会收几个自閉症学生 或者后年有个盲生或者龙生 我们不是说期望每一次有不同类别的学生 每位老师都需要接受某些特别的训练 而作为老师应该说有机会的话 是尽量争取培训的机会 对于教师培训 我觉得未来我希望能够在他的价值观方面 在他的信念方面能够做到多些 因为如果你说一些知识性或者一些文字性 或者一些技能性 其实现在都做得比较足够的 甚至我们在网上高或者一些教学的文件里面 都很多有的 而怎样去推动到老师有这样的心 亦都有这样的信念 我觉得在他的价值观方面 在我的教学的人的体会方面 能够给到他有这个正面的看法 我觉得这方面是重要的 让他觉得这方面是值得去做 有价值去做 对学校来说 当然很希望继续去鼓励老师去进修 而是老师持续进修 和专业交流成为一种的风气 而教育局期望能够继续去提供 有关的培训课程给老师 更加希望能够增加报道的名额 而这方面希望教育局能够安排 一些有效的交流活动 让前线老师可以多些去到不同的学校 去观摩交流 以至他们能够很清楚了解 如何在不同的层面 支援特殊学生的需要 以往特教的课程 传统上就是对于有特殊教 需要小孩子的认识 和处理的方法 在未来的课程发展 我会相信更加要深入地 探讨评估和课程 因为正式来说 学与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老师如何处理各类残疾学生 我相信他透过课程里面可以了解到 但因为课程牵涉到不同的科目的学习 以及评估 包括校内的评估 以及公开考试的评估 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如果我是一个演绩的老师 是每天都要面对的 不单是课程里面 学与教问题 亦都协助学生 如何达致理想的学习成果 在评估工作方面 还要再做多很多功夫 展望未来 首先来说 融合教育不是香港一个新的发展市民 因为你看看其他地方 已经陆陆续续推行这个理念 亦都是联合国希望在每个地区里面 每一间学校都能够采取包容和接纳 期望增加社会共融和减少歧视 而要真正落实去做 学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将来来说 在香港用合教育 只会更加向前走 理论上是不能回头了 但是要如何落实这个共融理念 很多时候都要靠学校的政策 和老师的努力 从以上受访者的谈话里面 我们很高兴听到 业界对特殊教育教师培训 有正面的回应 亦都肯定有关的培训课程 能够对教师无论在态度上 或者是教学上面 带来正面的改变 所以教育局会继续投放资源 为教师提供所需的培训 期望不断提升教师 在照顾学习差异的专业水平 应付不同的挑战 一切从心开始 虽然每个小孩的天资都不同 以至他们在学习上 都带来不同的需要 但我们深信 只要得到适当的支援和调色 他们亦都能够尽展所长 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 要让融合教育植根 教师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持续专业发展 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 政府除了继续举办三层课程之外 亦都会安排不同类型的教师研讨会 工作坊、学习圈等等 提升教师教导有特殊教育 需要学生的专业水平 此外 大专院校提供的职前培训课程 已加入了有关特殊教育的元素 让准教师能掌握特殊教育的基本认识 我们相信在政府、学校、教师和大专院校的 紧密合作和努力之下 教师在特殊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 将会不断提升 您能够提升 确实地 有特殊教育 有特殊教育 应该无事 两倍 倘先 我们再去 双一步